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9點15 今天恢復很好的天氣 晴天出太陽 而且童童早上起床自己 刷牙洗臉都完成了 我完全沒有在旁邊看 然後 哇 被子疊得非常整齊 他昨天看我示範一次當兵摺豆腐的被子之後 今天被子好整齊 童童 你今天真的很棒耶 你是因為看我摺完當兵豆腐被子的關係嗎 不是喔 那是為什麼突然摺這麼整齊 好整齊耶 好扁平喔 童童突然開竅了 還是其實你本來就做得到 只是之前 比較趕 所以你沒有好好認真疊 是嗎 好扁平喔 你在幼兒園都疊得很整齊 我覺得很棒耶 我覺得 替你真的好開心 可是心裡面又有一點點的落寞 不然覺得 欸怎麼做得這麼好 原來你 可能不需要爸爸做幫你做這些了 要再玩玩具 媽媽煮了綠豆腐放在桌上耶 我頭髮是不是很翹 我剛剛看我頭髮很翹 這樣還很翹嗎 有嗎 沒有了齁 我不用拿下來 我好輕鬆喔 我剛才想說我習慣放在上面 GoPro 然後放在這放下面要來這裡 我突然想不用了 下面都好了耶 我又少一件事了 好輕鬆喔 來 做表給你 那我去 上樓門的早餐 綠豆湯 綠豆湯 我老婆昨天晚上煮的 真的很累 媽媽昨天晚上 因為我在那邊用電腦 我老婆都會在那邊等我嘛 就是他會陪我啊 我在那邊整理 今天拍的影片 吃小樂狗 先不要烤一烤 我老婆都會在那邊等我 然後呢 他大概從11點 他就在那邊等我 結果 我11點半 就瞄一下他 我那玻璃是透明的嘛 我從電腦前面就可以看到他 麵包要不要起烤 別量吃好像也不錯耶 烤一下好了 不用啦 烤熱狗就好了 烤熱狗就好了 烤兩根小樂狗 老公你現在說過小樂狗的話 你要多一根對不對 你真的這樣齁 好 那我烤三根 小樂狗就不用加水了 直接烤就好 直接烤就好 本來就熟的東西 我先進去啦 進去啦 啊!還有這個美姿 Costco的那個法國麵包 我剛剛講到哪裡 這以前是我們家 這陣子是我們家最忙的時候 因為我老婆 幼兒園老師開學 幼兒園開學這幾天 他昨天晚上11點在那邊陪我 他就坐沙發那邊 他會滑來陪啊 然後聽音樂 就是做休息 然後我在後面整理影片 然後我11點 就是等著等著 我就11點半探頭看他一下 他已經睡著了 他睡著了 然後我就繼續弄 通常都弄到12點多 我就12點20結束 我就出來 我跟他說我已經整理好了 然後 然後 他就說 我就叫他進去睡 結果他突然就彈起來 然後他就 跑過來煮綠豆湯 然後就瞬間 就恢復很有精神 就是說 那個綠豆他有泡水 不能再泡了 會發芽 會長 會長出綠豆芽 就不能煮綠豆湯 然後 最後我就煮煮煮 然後就把它都放在那邊煮 放到那個鍋子裡 就放下去 按下按鈕之後 他就跑去睡 對 就不能喝綠豆湯 對啊 這媽媽昨天晚上很辛苦煮的 就是媽媽 本來睡著了 他就整個都彈起來 然後按下去 早上就 出門錢再拿起來 可是我早上叫他帶牛奶 他就忘記帶了 這是我昨天晚上 那 我們夏令營回來之後 我敢去 我去買的 牛奶 就沒有拍了 因為 只要買牛奶而已 跟晚餐 沒有買什麼其他的東西 太累了 真的很累 夏令營第一天好累 對 習慣之後應該就還好了 是第一天還不習慣 所以我們今天睡到九點 粉紅今天也睡比較晚 昨天更誇張 昨天更誇張 昨天上床 通常要等兩次才會睡著 就是我會進去房間看他 通常要等兩次 昨天一次就 一次就睡到打呼了 昨天你自己不知道對不對 來 把綠豆湯端進去 還有點熱熱的 因為綠豆湯最後要冰冰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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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給的這個三盒 你還是要吃小蛋糕嗎 我來給你挑一下好了 媽媽上次拿回來餐盒 上次你是吃兩個小蛋糕 你今天還是要嗎 我想換個口味 有那個檸檬蛋糕或是這個麵包 麵包配小樂狗也不錯 嗯 還是 檸檬蛋糕 好 檸檬蛋糕 那再配兩根小樂狗 檸檬蛋糕的話有另外一個散裝的 我給他吃檸檬蛋糕 嗯 剩下再冰回去 先喝一口好了 先喝一口 啊 整個人都醒了 那最後一罐 這個是馬醫送醫的時候買的 然後這個完全都不能喝 我老婆之前她想喝的 買了 結果 現在懷孕了 要一兩年都不能碰這個 雖然那是很低濃度的 就是氣泡酒 檸檬準備吃早餐囉 好 好乖喔 小樂狗跳完 要關門嗎 要關門嗎 好我開冷氣吃好了 好 好 好 有夾到什麼東西嗎 好 我幹嘛 你把你自己關在裡面 是不是 我開冷氣吃好了 因為等一下還會在那邊寫功 好 但是我等一下來開 因為 烤箱還在運作的時候 開冷氣會那個 很耗電喔 又不冷 我第一次用 等一下都要在這裡活動 對 等一下都要在這裡活動 活動到中午 出門去夏令營 今天可以比較晚一點 今天可以晚一點 今天天氣很好 沒有颱風了 沒有上太陽了 一根就好了 因為我吃 這個麵包比較大 我吃這個麵包比較細 對啊 你先做好 你先吃這個狗 我幫你拆麵包 我今天是用烤的 第一次用烤箱烤這個狗 會有點難用呢 先吹點風扇 一開始就都給我加那麼難的 如果你不行就用插的 插進去 對 一開始你們都給我用那麼難的 我去幫你拿來你那個原本的 如果你夾累了 就要換回來原本的 唉唷 你成功了 唉唷 唉唷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你已經碰到了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而已 好可惜 差一點點 已經夾到這麼高的位置 就是沒有咬到 對啊 又成功了 咬到了 第二次就成功了 很棒啊 很棒 哇 哇 你成功了 加起來了 有熱嗎 熱狗有熱嗎 因為昨天有熱的門 所以他本來就是熱的 沒有啦 涼狗也是涼狗啊 吃完了 就是涼狗了 涼狗的英文是Hard Dog 涼狗也是Cold Dog 不知道 忘記說 從中早安 從中我愛你 爸爸 早安爸爸 我愛你 然後你這裡有那個牙膏的泡泡 我剛剛其實就有看到 沒有 因為洗臉的時候沒有洗乾淨 沒有擦乾淨 你有毛巾擦臉嗎 那怎麼會啊 這邊沒有擦到 下次要注意一下 沒關係 我拿手帕幫你 我現在拿手帕給你 看到嗎 我拿鏡子給你看 好不好 先不要擦掉 我拿鏡子給你看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才不會覺得爸爸在講什麼 搞不清楚 狀況 手機就可以當鏡子了 給你看 翻轉 有看到嗎 這裡 這裡 有看到嗎 順便拍一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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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發現我說的那個嗎 有一個小泡泡 順便拍一張照 這隻手機拍照很厲害 可以拍到什麼4800萬畫素 可是他拍影片 就比較弱 畫素是什麼 就是 畫素就是一格一格的 像我們玩那個 小樂高冒險 你是不是覺得他是一格一格組成的 那是我們之前玩的什麼 可是小樂高冒險是3D的 那 照片是2D 就是他少了深度 少了那種深進去的感覺 就是負面的 只有垂直跟水平 沒有深進去的感覺 有2D的畫素 有2D的畫素 有3D的畫素 畫素 越多越密 你的 你的畫面看起來就會越美 越精細 越精美 越細緻 我去拿一個手套 這跟麻塞做的一樣吧 對啊 麻塞顆粒有分大顆粒跟小顆粒 你知道嗎 你越 顆粒越小 就越細緻 然後 就等於這張照片就是 它變成像素造型的人了 對 類似那種意思 那如果越細 它看起來就越不像像素嘛 就越逼真 畫面就越漂亮 可以自己把這一根 塞進去 可是這個 不太好 就是那感覺 我直接用咬的好了 那感覺我可以塞啊 因為我之前有用那隻 我現在在用那隻紅米 然後我把Pro 拍過 Vlog 整次都是用那個拍 我們去 你去那個 旅遊的時候 我們去老郭修弦農場 你是不是記得 那一次我全部都用那個拍 拍出來 我很用心的拍 我認真的拍 拍出來那個 真的是有點糊糊的 所以我才會想說 趁這次換手機的時候 媽媽既然手機睡了 換手機 因為媽媽的需求是 沒有拍影片 她只要拍照片 就好 因為她的工作是會拍小朋友 她會拍阿班上小朋友 那我那次拍照很好 就也蠻新的 我是去年雙11的時候買 12月拿到的 才用了半年多 就給她 那我 我買一隻二手的 然後在預算內的 本來要幫老婆換新手機 在預算內的 換一隻 錄影 拍影片功能比較強的 就是 這樣子可以發揮她最大的效用 對不對 因為我這樣有時候 跟GoPro拍 我會比較累 因為GoPro 她開機其實 雖然已經算快了 可是跟手機比還是慢 你看爸爸有時候 按就是按她沒有反應 然後她拍完東西 記憶要在存在記憶卡裡面 我還要把它拿下來 然後打開電腦 傳到電腦裡面 然後再把它編輯一下 在裡面看一看有沒有拍到 什麼不該拍的 有沒有拍到什麼身份證號碼 拍到信用卡號碼 然後檢查一遍之後 然後才能再上傳 你手機也直接看 對 因為手機螢幕就比較大 我就可以直接看 用手機拍完就可以直接看一看 然後沒問題 手機就可以直接上傳 不用再說出來 你懂我的意思了對不對 就可以節省爸爸一點時間 就可以讓她多一點時間 陪你陪媽媽 GoPro不是不能看也可以看 可是看不清楚 她螢幕太小了 就算有拍到信用卡號碼 我在那個小螢幕上 我也看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拍到 很容易就 忽略掉 很容易就忽略掉 就會沒有檢查到 很危險 我們就會變成危險麵包了 會是變成恐怖疾 麵包用手拿就好了 我在下橡皮的時候 我快要出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在下贏我 我到底是在下恐怖疾 還是在下橡皮疑 首先我們下橡皮疑 一開始是我領先 我一直吃的 吃的很過癮 然後最後從從 翻出來他的將軍的時候 換他一直吃 我吃的很過癮 反正就這樣子 因為我拿 我現在這種 沒有經過剪輯的 就是隨手拍的 就是 我換 一直拍影片好一點的 主要就是拍小孩嘛 拍我老婆 然後拍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紀錄 那 就是希望拍照 的功能 拍影片拍照相機的功能 好一點的 白白我跟你說 之前不是有看到 新出的手機 還有可以拍到月亮的 可以放大30倍 可是我 這可以根據這樣拍照啦 對啊 可是我用不到 那個功能啦 其實後來想想 用不到那個功能 當然是除了他 他預算也超過我的預算 我預算是在1萬塊出頭 他那種都要2-3萬塊以上 然後再來就是我用不到那個功能 我都是拍小孩啊 拍老婆都在我的面前啦 不用放大30倍就可以 你可以讓我上學上的好不好 媽媽在龍翔工作了好不好 對啊 好啦 我就拍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今天吃了小樂狗 加上老婆帶回來的餐包 等一下要寫功課 要去下令營了 大家掰掰 祝福大家健康 體安快樂 掰掰